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第一次跟吕牧师见面的时候在网路上我就听到牧师你的生命历程 那是快一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印象中就是你的过去人生的经历非常的精彩 丰富而且待过许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请吕牧师 你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是谁你过去的生命的历程跟服饰的旅程 好的好的 是 那我确实是待过好多不同的地方 我叫吕子风 这个双口吕儿子的山峰的风 那这个名字是其实是我爷爷帮我起的名字 那我自己出生我的祖籍是中国的福建厦门 我想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厦门那个地方 厦门一个小岛叫做古浪宇 古浪宇很漂亮 父母以前那一代都是在那里 那我在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西安出生长大 OK 那所以我是说我是西安出生长大的福建人 福建人 那后来呢我就我青年的时候就去了香港 那我们全家到香港 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我们就开始去到香港以后 因为我爷爷在香港 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就去到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在香港读中学 那在香港呢我就说我是在香港生活的这个内地人 在香港要学广东话了 那后来呢我们又全家就又往这个美国去了 所以我就在美国读大学 OK 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说我是在美国读书的香港人 那后来呢我在美国就是寻求美国梦 在那里生活读书 谈恋爱 结婚 生小孩工作 那一直在那二十几年 直到2007年 我们就回应神的呼召来到英国 在英国来宣教 所以我现在在英国呢 COCM这里宣教已经15年了 那我就跟大家说我是在英国宣教的美国人 将来到哪里以后可能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 我是天国的人 是是是在神学有一个词叫Diaspora 暂居者 牧师是不折不扣的从小就是当暂居者 一直从不论是在父母亲世 厦门古浪语人在西安出生 后来到香港读书 又到美国读书 然后最后到英国 我想牧师对于这个散居者的身份 应该是感同身受 很能够体会故中的滋味 你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COCM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COCM呢是一个华人拆毁 那我据我了解 可能是海外最早的一个华人拆毁 因为是1950年就开始了 那1950年开始的时候呢 就在英国开始鼓励传福音给华人移民 然后呢就建立教会 那在英国和欧洲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就传向福音给华人 所以COCM基本上是一个海外拆毁 华人拆毁 在英国和欧洲传福音给华人培养培训门徒 然后鼓励他们再去拆船 那建立教会 所以现在有差不多有70 今年应该72年了 72年 我想大概是大概是最早的一个拆毁 也不一定 是是是 所以牧师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从美国来到英国加入COCM的侍奉 这也是很特别 因为我其实我在美国很久 那说实在的我并不太了解英国和欧洲的宣教的需要 那我非常早的时候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我以前我是做这个园林建筑 景观建筑的 所以呢那时候就有机会来欧洲这个大学exchange 所以那时候就取决了意大利 那我记得 当时这是80年代中期了 当时我觉得 这个欧洲并没有很多华人 说实在的0033有些餐厅很少华人 所以我没想到在欧洲这个宣教 华人宣教的需要 那但是直到03年的时候 03年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美国大学里头教书 有这个COCM的同工就介绍说 你来英国看看 跟我看看 当时我夏天可以放假嘛 所以他说夏天你跟我看看 我就跟他 我说为什么要去英国呢 他说英国有很多人很像你哦 我说怎么叫做像我 他说你是从中国出生长大的 我说是啊 那你现在在美国读书工作一段时间 是啊 他说其实在英国现在很多小留学生 像你以前一样 我说是吗 我好像不知道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跟着他夏天来到英国 那时候就COCM就带我去不同的地方 短宣探访教会 神真的就是开我的属灵的眼界 就看见其实03年的时候 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来到英国和欧洲 同时呢 也看见在英国很多的欧洲很多的这些小规模的教会 华人教会 在建立 在成长 那所以神就开我的属灵眼界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祷告 是不是有机会来欧洲 那长话短说又等了四年的时间 神一步一步的来呼召预备 我们就07年 就全家从美国来到英国加入COCM做宣教士 一般的确就像牧师讲的 很多人想到宣教的时候 可能想到的是南亚 东南亚 非洲 但是很少想到英国欧洲 是一个宣教的工厂 我不知道牧师当你一开始 你也有这样的想法 到后来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看到说其实在这里也是 有宣教的需要跟宣教的机会 对 其实这个旅程啊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挺长的 那我一直都对这个宣教有兴趣 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宣教的 这个预备的这个讲座之类的东西 但是一直没有这个胆量走出去 那直到我来到英国和欧洲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我想象的欧洲 不是我见到的欧洲 那第一就是神开我眼界 就是看见这个华人群体 那以前我们在北美 当然有很多的移民过来了 那我来到欧洲以后 发现其实那个时候 有好多的中国内地的留学生 来到英国和欧洲 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是非常的软 那我在北美的这个大学里头教书 也做了一些很多的学生工作 那是一波一波的 一个wave一个wave的来 那你就发现神有时候啊 把人的心预备好了 他ready 那有时候的土挺硬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来英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哇这些 这个土很松啊很软啊 因为神已经预备好 这些留学生来到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见 哇这里是一个好的宣教的机会 当然学生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移民啊 移民 那很多移民呢在这发现 他们都很辛苦在在打工啊 有很多餐饮业的人士 那有的一些这个 他们在这里建立的一些小的教会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里缺乏牧者 那欧洲的华人群体里头 本身不是像北美那么大 但是呢 他也有不少的小的团体 但是这个小团体 他的牧者需要很大 我当时在在北美 是在一个小的华人教会里头 这代职服饰 所以我非常体会那种小教会 没有牧者的感受 所以我看见这个需要呢 我就说 哎呀有需要 那这是两个神开 我看见这个 华人传福音的宣教的可能性在欧洲 但是呢 其实神让我在欧洲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看见更远的一个图画 就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欧洲 不是两百年前 甚至一百年前的欧洲 我们说 这个欧洲是宣教士派出来的地方 对不对 其实也是啊 我们家其实信主啊 归功于早期的宣教士 来到中国 来到闽南一带 传福音给我的 的曾祖父 他们就把福音 从我们家族这样传下来 是 那我当然是对欧洲 对英国有很多的这个感情 是 来到这里以后 我就发现 哎呀 真的是很多的教堂 很多地方 不像以前想的 很多的这个教会很兴旺 当然也有很好的教会 但是其实欧洲 人本身需要福音 所以神就这样子的一步步的带领我 所以 真的牧师这样一讲 我就想到 有一年我去伦敦教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好在读潘霍华的传记 然后就读到说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伦敦募过会 然后我就去找他 牧会的教堂是什么 一找就发现 离我住的地方 走路15分钟 所以我在教书的那段当中 有一天下午 我就跟接待我的这个同工说 我们能不能走路去看一个教堂 然后我们就走路去 去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教堂基本上已经没有在营运了 他变成是一个幼稚园 但是门口还写的潘霍华什么 纪念教堂之类的 然后我就走进去 然后就试着跟里面的老师 问说这栋这个教会以前是 潘霍华牧养过的地方 那现在还有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结果里面的老师一脸茫然 没有听过潘霍华是谁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真的很多时候 就像牧师刚才讲的 我们读了很多宣教士的传记 可能很大量都是从英国来的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到英国的时候 当然还是有一些 这个Threatening Church 一些教会还是做的不错 像Alpha生命起发课程的 还是有些教会真的做的不错 可是整体来讲的 那个属灵的氛围跟教会 跟基督徒的这个比例 可能名义上的基督徒比例是高的 可是实质上大家有参与教会 或者是真的是把信仰当一回事的 基督徒的比例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是的 其实像你讲的这个情况 在不止在伦敦 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就是有的教会 它已经人就是老年化了 而且很多的人流失 所以这教会很大的建筑怎么办呢 有的就把它改装成为一个mall 是一个shopping center 有的甚至成为一个cafe 当然我们必须说 在英国和欧洲有非常好的基督徒 非常好的教会 但是总的来说 确实是一个宣教工厂 牧师到英国这样也15年了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想到英国的华人教会 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印象是很模糊的 我们大概都是用 自己所身在的华人教会 来理解别的地方的华人教会 长什么样子 就好像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可能我一开始对全球华人教会的想象 大概就是台湾我看到的教会的不同的版本 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 其实华人教会是很不一样的 我又后来又去到英国教书的时候 也去拜访当地的华人教会 也发现 其实英国的华人教会 虽然跟美国的华人教会一样 都是在讲英语的世界 又很不一样 各位请牧师很简单的跟我们回顾一下 英国华人教会的过去跟现在 是是是 刚才讲到COCM 1950年开始作为一个拆会 在英国开始传福音给华人 在英国的或者是整个欧洲 这个华人教会的第一间 应该是在1951年 就是COCM的创办人王佑德牧师 他当时其实就是他一个人 带着不同的人到不同地方探访 然后建立鼓励人聚会 第一个教会建立就是在伦敦 叫做伦敦中华基督教会 Chinese Church in London CCIL 这是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那一间吗 在Chinatown 在Soho OK 然后另外在Hammer Smith 他们都有这个点 他们有好几个点 好几个点 那现在呢 我想这个CCIL应该是英国 最大的华人教会吧 有不同的点 不同的堂会 不同的语言 那之后呢 就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建立教会 如果说在欧洲的话 我也宽一点吧 第二个应该是在巴黎的华侨教会 就是2061年开始的 那之后呢 在这个 博明汉 博明汉应该是1964年 有个团企开始建立 然后在这个 曼城 曼城也是差不多60年代中的时候 那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就开始教会了 那我想从一个教会的组织来说 组织来说 CCIL 就是伦敦中华基督教会 可能是告诉你一个 一开始的出行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是不同的华人 从世界各地来到英国 那这个背景都很不一样 有的是从新加坡来的 有的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有的是从香港来的 现在有一些从内地来的 甚至有些台湾来的 也从其他地方来的 就是比较 就是华人的这个 这个diversity很宽 那而且呢 这个华人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层面也很宽 那早期是一些学生 东南亚的留学生 他们用的语言可能还是用英文 华人的学生就用英文 那后来呢 有一些这个护士 就是这个从马来西亚来的 华裔护士 香港来的华裔护士 那英国那个NHS 他需要这个护士来 来外来的人来帮忙 那他就recruit一些人 那直到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就有一些 这个参与业人士 移民到英国来 这些多数是香港来的 那讲广东话 讲粤语 那后来呢 这个有一些中国内地的 内地的移民开始来了 包括一些学生开始过来的 所以普通话又变成一个 比较比较这个常用的语言 所以英国的华人教会呢 从一开始到现在呢 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他的 他的人数是很不定的流动 那另外呢 就是他的这个宽度 就是宽度 就是不同的背景的人 那语言也有不同的 所以伦敦中华基督教会给你看 你去看就知道 他们有好几个语言 他们三个语言 就是英语 粤语 还有普通话 然后呢 他有不同的堂会 那伦敦中华基督教会 最大的教会 他们有这个能力 来有不同堂会 不同的语言 很多的小规模的教会 就会 一个小教会 他可能有至少两语 就是主日呢 讲粤语 人多的话 那就翻译普通话 那然后儿童事工 小孩子就用英文 那所以在英国的一些华人教会 多数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就是两文三语的教会 然后呢 就人数并不是太多 那最大的在伦敦 是上千人以上了 绝大多数都是 50到100人之间的这种 中小型教会 那散居在不同的城市里头 那现在就是在 从这个lockdown之前 就是这个pandemic 是两年前嘛 对不对 那有很大的变化 之前呢 我大概算了一下 可能英国有100 160个左右 这个华人的团契和教会 聚会点 当然pandemic之后 又有一些发展 那加上香港的移民来 那又整个的过去一年 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总的来说 过去这70年 英国的华人教会 大概是这样子的规模 是 所以听起来就是 大概在1951年的时候 伦敦的第一间华人教会建立 然后慢慢慢慢的 在随着不同坡的移民 那其实移民也非常的多元 包括从香港 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台湾 然后后来又 香港的近两年 其实又大量的香港移民进来 所以其实英国的华人教会 它并不是一个 一层不变的样貌 它是随着时间跟移民潮 面貌非常多元的 那大的教会 少数的 像是刚刚提到的这间教会 它可以有三种语言 可是大部分的教会 可能是50人到100人左右的 中小型教会 大概只能 afford 就是主堂用粤语翻成普通话 然后这个孩子的事工 就是用英文 那讲到这里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那当这些孩子 逐渐长大之后 第二代 第三代 像在美国的一个发展 就是许多在美国长大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们长大之后 发现他们在华人教会里面 很难待得下去 甚至很多人就渐渐 离开了华人教会 当然 这也有一些人是去到 比如说 美国的主流的教会 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信仰 那近年在过去这15年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 第二代开始成立 比如说 联合其他亚裔的 第二第三代为主 成立的这种 Asian American Church 亚裔的美国的教会 我不知道类似的现象 在英国是类似吗 还是说 其实英国的发 第二代的 第三代的 讲英文的这些 移民的后裔的发展 又很不一样 多多少少有些类似 我们说这个 海外呢 如果说北美和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 然后欧洲 有很多的相似的 这个文化 那英国呢 就跟这个北美 就更加像了 因为语言也相似 我刚刚来英国的时候呢 我看英国的教会 好像就是北美的 华人教会 40年前的 就是说比较小 在发展过程当中 所以当时我有个想法 我说 再多20年 英国的华人教会 可以像北美 华人教会那样子 比较大 资源也丰富 然后呢 第二代 有像你讲的 就会这样出来 所以呢 那时候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15年以后呢 我再回头看的时候 我发现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和北美 还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第一就是这个 移民的群体流动性大 它不像北美呢 多数都留下来了 而且有很多的 这个移民 继续移民进去 那英国呢 有很多的学生移民 学生这个流动性 学生基本上来了就走了 就是学生留不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块 在英国很特别的独特 可能在欧洲也是 大批留学生来 大批留学生回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宣教的 一个必须的 我说是一个 perpetual mission field 从这个角度 就是他一直是这个 一直要需要继续宣教 一直来 你无法靠牧养了 传福应该少数的一些人 他们留下来 变成稳定的力量 而是你 对 这一波牧养完了 他们可能就回去了 就走了 就是需要从零开始 对 所以我在这15年 我就回头看 我说是啊 很多教会呢 我认为它可以建立起来了 结果人又走了 那你别说 门训的时候 你又继续培训 所以它是个 perpetual mission field 需要一直在培训 一直在培养 所以很需要 宣教士来这里守着 这是一个 这个华人教会的特色 当然不是绝对的一个 一个真理 但是呢 我看见很多是这样子 特别是小地方的教会 几个大城市呢 稍微好一些 比如说伦敦 博明汉 曼城 这个格拉斯哥 爱丁堡 这些地方 那这些地方呢 比较大的城市 它就比较容易有一些 这个教会呢 可以扎根 可以有一些第二代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呢 这个第二代的学 第二代的这个华人事工 就是英文的 我们也大力的在推动 这是其中 COCM的一个部门 那我们有这些年轻宣教士 在那里 那我也特别的 这个有负担 就鼓励他们出去 那就是 就是看见的一些 大的教会呢 可以有一些 英文的这个堂会 就是比如说英文崇拜 从Youth Group开始 然后再成为英语的 English Worship 那我们发现呢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建立这样 因为他的人数不够的时候 你就很难 但是一些大城市就可以 现在我在看呢 在英国有这个 就华人教会里头 有英文这个Worship的 不多 那伦敦有 博明翰 曼城 这个利物浦 格拉斯哥 爱丁堡 都柏林 都柏林是这个爱尔兰 我把它算成英文三党了 那这些是比较significant 有sizeable English ministry 其他的也有 但是一直在struggle 就是不是很大 那就很需要 需要这个宣教士 或者培养年轻人出来 那这个也是我们做的 其中的一个工作 那是不是说在将来 这些第二代都会在华人教会 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呢 很多的这个英国的教会 这个第二代呢 也开始进入到英国教会 但是在华人教会里头 有特别的好处 就是他的文化的氛围 还是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是说 从一个宣教角度呢 我想是multiple 就是几个层面的在做 华人教会 Chinese Heritage Church 我们叫做 那他可能有第二代的出来 他有特别的这个优势 来培养他们 那有一些呢 可能他们去的 这个英国教会也OK 那现在呢 有一个 就是最近这一年 香港来的新移民呢 就也给我们一些 很多新的思维 就很多的英国教会 他们也开始做 这个粤语施工 香港人的施工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年轻人 就在英国教会里头成长 他们用英文的 那可能将来 他们在长大的时候 就是曾在英国的教会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还在发展当中 刚刚牧师就提到说 过去这两年 有大量的香港的移民 开始进到英国 那也想请牧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牧师 你们也在做预备 预备英国的华人教会 其实你有提到说 其实两方都要预备 来的人需要做预备 好像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既有的教会群体 即便都是讲粤语 但是不同时代移民的 香港的移民 可能在想法思维文化上 也很不一样 这一点在美国就体会很深 比如说40年前 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 这个老乔 跟我们这一带搬到美国的 即便我们都是在同块土地长大 但是可能我们的思维文化 都不太一样 那在之前牧师就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香港的移民 进入到英国 带来很大的机会 但是也有一些挑战 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分享一下 有哪些机会 哪些挑战 看到 是是是 这个香港来的移民 可以说 我用一个形容 我形容说宣教 是一个 神来兴起 宣教的浪潮 我们看英国和欧洲 都是这样子 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浪潮过来 那我们作为宣教士 神的子民 我们要catch这个宣教的位 神兴起的时候 我们就来 来划浪 那这一次的香港来的移民呢 一开始我就说 我觉得是一个宣教浪潮来了 这个大批的来 那现在我 我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 它不只是一个浪潮 是一个tsunami OK OK 那这个tsunami 就是说 英国政府呢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背景了 就是给香港的人 有这个BNO的身份 他们可以来到英国 那过去这 刚才你讲到 这个这个不同时间 它不太理解 那个环境 我在香港住过 那在英国的很多的 香港以来的移民 十年前 二十年前过来 但是最近五年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是 是很多以前的香港人 他不理解的 那所以 其实最近五年 很多的 在香港的这些 这些居民呢 有种种原因 有很多的 emotional hurt 很多的伤痛 那所以 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我们在英国 在欧洲这边的 这些 这些已经来到这的人呢 需要去了解 他们的心情 现在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就鼓励 在英国的华人 和 甚至英国人 真的是 打开我们的 手 来欢迎他们来 来 来让他们 帮他们安顿下来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那 特别是emotional 上头的需要 这个 有些很多的 伤痛 那我们需要 去了解 去 去认同 去知道他们的需要 那所以当这个 这个wave 要来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就鼓励 英国的教会 其实英国的教会 和华人教会一起 所有的教会 是Hong Kong Ready 就是等这些 香港人来 我们就欢迎他们 帮他们 settle down 找学校 找这个房子 之类的 很多小孩过来 那 这个tsunami呢 从去年 有10万 我们现在看英国政府 没有正式的这个data 但是我们从很多地方 知道 大概至少有10万 香港人 移到英国了 那我给你一个图画 英国总共的 华人人数 officially 大概是46万 左右 但是如果有些 unofficial的 有些 我估计大概60万 但是如果有10万 香港人突然来 你就知道整个 这个size是多大了 那不只是这10万 还没有结束 未来的3到5年 可能还会有很多 那英国政府 估计大概会有30万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在这些人里头呢 会有多少是基督徒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unknown 不过呢 我们做一些survey 不同的survey出来呢 给我一个图画 大概大概20% 是基督徒 是相当有可能的 有的更高 就是40%是基督徒的 那你可以想象 英国的华人 基督徒人数 我在这个lockdown之前 就有一些estimate 自己的estimate 我把教会的大小 average一下 我知道他们多少人 那我估计大概是 7000到1万基督徒 在英国 华人 但是当这些人 香港来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个人数 就就已经double 或者triple 你想想看 如果20%的10万 那就是2万 2万就已经double 超过 对 所以现在呢 来了以后呢 有很多的小孩子 来到英国 那所有的华人教会 都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教会来的基督徒呢 他们有很多时候在香港 有好的这个教会生活 有好的意向 他们来到这里 那在教会里头 本来缺乏同工的教会 就可以加强 这个可以加强 这是一个机会 那教会的人数呢 从50 可能增加到150 其实这个已经在发生了 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 那有的教会 从200增加到900 这是在曼城的 其中一个教会 在半年当中 这样子能增加 当然这个是 主要是粤语的人士 粤语的增加 所以这个是教会 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 最近他们问我们说 说是不是英国的 华人教会 是英国的教会 成长最快的教会 那最近在这个 英国的Times 他们也发表了文章 然后这个Economist 也有一个文章 就是大概是说 可能可以说 在这个Diaspora里头 这个华人教会 最近半年增长 是incredibly big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机会 但是危机在哪里呢 就是不同的语言 怎么样子融合共处 比如说这个香港来的新移民呢 他们是粤语的 是 那粤语呢 又有不同的一些思维 就是比如说最近 这五年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不一定能够 在英国的华人教会里头 不一定能够 完全很快的融入 所以这个是个挑战 当然我们从 这个COSM角度 从这个英国教会角度 我们是鼓励大家来接待 能够帮助 那这个shear size 是一个很难 就是比如说 你本来是五十个人 教会突然变成三百人 那二百五十个是新来的 那这五十个人 老的变成小数 这个怎么样来磨合 就有相当大的挑战 还有就是语言的挑战 那这个是 我想我们现在 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们能做的 就是鼓励教会弟兄姐妹 我说我们作为一个来着找的人 我们应该是是个约瑟 是约瑟的身份 就是我们应该来 预备好这个地方 让这新的来 接待他们 那我就鼓励香港来的 这些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做Daniel 在新的地方 可能要带职的服侍 可能要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服侍 来适应这里的环境 虽然我们是香港来的 但是到了这里 在异地他乡 作为Daniel 那我就说 我们其实呢 不只是做Daniel了 我希望 华人教会的人都能做保罗 就是我们都能够 跨出去宣教 是 其实牧师刚才讲的 这个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觉得说 这会不会是上帝 在搅动英国华人教会的一个机会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移民教会 当第一波移民来的时候 难免我们在求生存 求扎根 所以我们其实光是忙完这个工作的事情 小孩的事情 还有余力参与教会的建造 就已经觉得说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多了 其实我们对我们身旁 灵社的福音工作 对于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知道重要 知道应该做 可是我们却觉得没有力量来做 包括刚才讲到了第二代英文事工 其实如果大部分的英国的华人教会 并没有英文事工的话 意思就是当我们的第二代的孩子长大之后 其实他大概也必须 要么就找到一个英语的教会 继续聚会 要么就是他可能就离开了教会 但是这一波的移民 刚才有提到很多的这些人 有一些港人 他选择去到了英国的教会 其实这不见得是坏事啊 对不对 因为当他在融入了英国的教会 也熟悉了习惯以英语为母语 来作为他敬拜的语言 其实这些人将来 也许是上帝在预备承接 本来许多英国华人教会的 第二代第三代的器皿 所以有的时候很特别 就是上帝会怎么做 真的是很特别 那另外一个 我刚才听到牧师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 的确没错 这个size 比如说原本 原本五十个人 突然来了一百个新朋友 那到底谁是主 谁是客呢 这个真的会紧张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感情的 这个教会是我们过去五十个人 这真的是有感情的 但是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 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我们 我们都是寄居者 是 那而当我们的眼光不再看我们要守住什么的时候 而是看到说上帝预备我们过去 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得到这个位分 胭脂不是为了今天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也许我们的眼光就很不一样 所以我很喜欢牧师刚才讲到说 本地的 本地的华人应该看自己为Joseph 我们早期的辛苦 早期来到这边 其实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要祝福更多的人 而新来的港人 他的身份也许需要从Daniel 但以你的眼光重新来看待 是的或许来到一个地方 并不是他们原本人生的规划 甚至是离开了他们所熟悉的一切 但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不是只是要做寄居的 不是单单做寄居的人而已 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寄居者 如何成为当地的祝福 如何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 但是是为成为那地的祝福 所以的确他有很大的机会跟危机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 圣经叙事的眼光来重新看待 什么是教会的时候 或许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挑战 他是可以被 不能说被化解 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理解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其实是上帝在推着我们去突破 是是是 所以宣教 我觉得从我的体会就是神在工作 是 我们就是跟着神做 我们一定要敏感神在做什么 那无论是在这做的人 还是新来的人 我们都来看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心意是什么 就每一次带到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 怎么样子来在那里为神工作 分享一个见证 其实在英国的华人教会宣教推动 其实不容易 你想想看如果说本来教会就很小 牧者又少 然后呢这个自己喂养都自顾不暇 怎么还是管外面的事情 那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在鼓励 那这次香港的这个移民来呢 你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契机 这个机会呢就是有新的人来呢 他们有有不同的理念带到我们当中来 那在我们看见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迎接 所以从华人教会开始欢迎这些香港人开始呢 英国教会也开始做这个工作 我们一起做这个工作 那就是从一个角度 英国教会是跨文化宣教 那我们呢也学习英国教会愿意做的时候 我们也学习这个 所以去年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阿富汗难民开始来 那当时呢我们这个欢迎香港人的这个施工 正做的一半啊 高潮的时候突然阿富汗难民来了 那当时呢我们这个组织啊 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 我们就灵活激动说欢迎香港人 我们也要欢迎这个阿富汗人 所以呢就开始组织人去欢迎阿富汗人 那这些那时候已经有香港的移民来到 这个英国了 他们参加不同的教会 那阿富汗难民来的时候呢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呢先set down 那有时候呢就需要教会去探访啊 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所以在英国有个教会 Hill Song 我不知道你知道 他们呢就召集人去探访这些阿富汗人 那召集人当中去探访人当中呢 其实有相当一批是香港人 那他们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 他说我们来的时候 被人欢迎我们很体会 我们也要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故事呢让我看见啊 其实这个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的时候呢 也鼓励到我们 那这个故事我在不同的教会 华人教会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 你们要开始学习 我们要开始走出去 那不只是在我们华人当中 香港人当中 也要在化文化当中 在这个地方成为保罗 成为保罗 是 其实这个不论是对英国 我觉得英国的这个见证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 其实现在是一个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 如果我们都学习成为在地的接待者 我觉得其实今天在谈宣教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拆派人出去 另外一个是接待来到上帝 带到我们当中的人 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成为被拆出去的宣教师 但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有机会成为那个接待 外来者 寄居者的那个人 然后在这方面 然后刚刚牧师就提到说 当这些被接待的人 他被教会群体接待 他被感动了 而他也有负担 他也变成一个接待者的时候 其实这种旷文化宣教 真的是互相的鼓励 然后在当中 这个英国教会 接待华人 接待港人 港人被接待了 接待阿富汗人 其实这真的就好像是这个 上帝护照亚伯拉罕 然后要祝福他 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那这也是 我想不论哪一个族裔的教会 我们都共同承担的使命是 我们领受任何的恩典祝福 其实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成为万国的祝福 其实讲到这里 我就很想 很自然的就是想要问到 问请教李牧师 就是其实很多的华人教会 我过去也在北美 那其实可以同理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并不是要批评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海外的 华人教会牧养 我可以明白移民的辛苦 可以明白移民 很多时候 看重自己的settle down 但是很多时候 海外的华人流散的基督徒群体 会不会很容易好像忘记 我们被呼召不单是要自己蒙福 而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以至于华人教会 其实这不只是 这不只是不同地方 包括以华人为主体的地方 像台湾香港 都一样有这个危机 就是都变成某种程度的同乡会 或者是我们就是同一群人聚在一起 这个教会好像就是我们的家 也没有不好 但是这个家其实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 但是其实当教会 只是看到我们如何 顾好自己的时候 而失去了成为万国祝福的这个使命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就变得好像一滩死水 但是上帝好像透过过去这两三年 在英国发生了一些事情 搅动了华人教会 那我也想请牧师从你的角度来分享说 今天当你在看英国华人教会的时候 你觉得英国的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上 特别是跨文化宣教上 有哪一些机会契机 或哪一些已经在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也想借这个机会 能不能分享给全球的华人的记录图 是是是 我想你刚才讲的一个现象 是很实在也很真实 我们必须承认 那在英国的华人教会 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 常常是自己关着门做自己的事情 那不是太关心外面的事情 那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的这个 有些文化有关 就比如说Chinatown Why do we need Chinatown 我们自己在一起吗 自己的语言 那这个呢 我们也必须recognize 因为其实第一代移民 常常需要这样子的 那我们在英国呢 好多第一代 就是他一拨一拨的 常常还有第一代 所以必须说 华人教会是必须的 而且是需要接待这个第一代移民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 那这个呢 也是宣教的一部分 但是你刚才问的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How do we then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全地带 走到周围的环境里头 那我就看见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教会大大的增长 那这个人可能解释 当时的犹太基督很happy 大家在一起 但是神就允许逼迫来到 必须出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必须传给 这个Gentiles Others 那我觉得神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搅动 那你刚才讲的非常对 就是香港来的这个移民 其实不止香港移民 过去20年 中国的留学生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说 我们在这里呢 华人教会就不止做 我们在这住下来的人 我们要做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呢 它不是给我们当中的人 建立我们的人数 或者奉献 而是你要借着他们 去祝福其他地方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亚洲的教会 其他的教会 那你要看着这个胸材 你发现我们做的 不是这里的事 是神国斗的事情 那不管是华人当中 那我们就看见说 其实在英国和欧洲啊 也是开始有很多的 新移民来的人 他已经不再是 以前我们看的白人的地方 就是已经是 很多不同的宗教来到这里 包括伊斯兰教 很多伊斯兰教的信徒 来到英国和欧洲 那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 很好的一个契机 我们都是移民啊 一地他乡 其实我们很容易 接触着他们 那我很感谢神啊 最近就是我们 从西游仙的角度 我们也开始推动 这个跨文化了 我们就说 这个鼓励华人教会 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角度 进到跨文化 那其实有三个 这个宣教式平台 都是伊斯兰教的 这个新移民 比如说伊拉克来的移民 伊朗来的移民 那现在有阿富汗来的移民 那我觉得我们 作为华人 其实很有这个 这个这个基础 可以有共同语言 那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个 走出我们的安全地带 那我想我们想做的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建立一些 就鼓励 一方面mobilize 人看见这个意向 一方面呢 鼓励人在前面 有一些榜样 带领的工作 那让这些这个教会呢 看见说 we can do that we can go out 那这是我们现在 开始做的一个工作 就从西游战角度 从英国和欧洲的 跨文化全角角度 我们可以鼓励 我们出去 那当然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是我们在当地 生活氛围里头的一个见证 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 在这里的职场 在这里的工作 在这里的政治氛围里头 我们都是做见证的好机会 是 这也是我们宣教的一部分 是 所以我们是全方位 我觉得鼓励大家 来参与在这个 你所住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头 是 成为神的见证 谢谢吕牧师 今天的分享 带我们认识 整个英国华人教会的 过去 现在 甚至 前瞻前面的未来 其实刚刚在 吕牧师最后 在分享到十足行传 上帝透过逼迫 分散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很特别 就是在 在逼迫来临之前 其实 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也面对了不同群体的冲突 讲希腊话的犹太人 跟讲亚兰话的犹太人之间 资源分配上 其实不平均的 然后 这个使徒们就用了一个 很有创意的方式 他们拣选了七个人 来解决这个 这个所谓 范食或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而这七个人 使徒们其实是 讲亚兰话的犹太人为主 他们选的这七个人呢 其实是按照他们的名字来看 应该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 也就是在教会内部群体当中 似乎上帝也在预备 耶路撒冷内部的多元性 在 分散之前 这个多元性好像是一个 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可是 当逼迫一来 信徒一分散的时候 特别是记载到斐利 传福音的斐利 就把福音带到 这个外邦人当中 那 斐利就是那被拣选的 七个人当中其中一位 上帝其实用的是讲 这个希腊话的犹太信徒 把福音带到外邦 所以 在逼迫之前 好像教会内部的多元 是一个问题 可是逼迫来临之后 其实教会内部的多元 反而是上帝在预备的 宣教的机会 会不会 英国华人教会 过去这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累积起来的多元 当上帝要搅动的时候 也成为一个宣教的 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blessing 因为有 有讲华语的 有讲粤语的 普通话的 粤语的 英文的 有从东南亚来的 有从这个香港来的 台湾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 各个地方 讲到这个 我真的是有点兴奋 就是 当然这个兴奋 其实里面也是带着一种 一种就是 其实我们也要预备好 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 其实 这次乌克兰发生的战争 就让我们看到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对 对 可能也要预备好 其实现在 我们是一波一波来 是 乌克兰会有很多人 来到英国 那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又是一个 就是真的 就是不是 只是看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华裔人士 我们看见 神在带人 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说宣教 已经不再是 像以前说 这个 富足的地方 到贫穷的地方 欧洲到亚洲 North to South 我们现在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From Everyone to Everyone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机会 是 是 再次谢谢李牧师 今天的分享 也盼望全球的华人教会 我们在我们所在之地 都能够跨出我们的舒适圈 把福音带给 不止我们熟悉的 华人的族群 也带给非华人的群体 谢谢李牧师 感谢神 谢谢李牧师的分享 不论你懂不懂音乐 懂不懂乐理 会不会乐器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音乐的力量是强大的 好的音乐 总是能够带我们 进入到一个 好像崭新的世界 好的敬拜音乐 也会让我们的心 向上帝 更加的敞开跟靠近 这两年在香港 有个叫Hypersonic Lab的 音乐平台 正在沉浸当中 连接了许多 基督徒的音乐人 下周我们邀请到 Hypersonic Lab的创办人 Harold来和我们分享 他所建造的平台 到底要做什么 他又如何看待 教会音乐的可能性 我们下周见